高雄一間月子中心有離職的護理師爆料 遭到同事學姐要求協助拍攝嬰兒洗澡換尿布的影片 護理師拍攝之後才知道學姐竟然將影片傳給男性朋友 說是要提供學習 而且完全沒有真的嬰兒母親同意 對此月子中心出面回應 認為是爆料護理師因為跟學姐之間的私人糾紛 惡意栽造 事後兩個人也都已經離職 你可以手搖水沾濕頭部 產婦入住月子中心都會由護理師協助寶寶洗澡 高雄一間月子中心護理師卻出面爆料 去年7月間同中心的護理師學姐 要求她協助拍攝嬰兒沐浴換尿布影片 事後還將影片提供給男性友人學習觀看 事件爆發後兩名月子中心員工都已經離職 有男有女的寶寶裡面 就隨機的選了一個 然後就說決定就是你 爆料護理師事後得知 轉傳影片並沒有獲得因而母親同意 於是將整件事反映給月子中心主管 還有社會局卻都不了了之 但實際詢問月子中心卻表示 使這名護理師因為跟學姐之間的糾紛惡意栽贈 那她這是跟她同事之間的一個 事人的問題沒有遵守公司的規定 但她已經離職了我沒辦法去追究她 她是刻意栽贈給同事嗎 我個人覺得是這樣 月子中心強調 依規定護理師上班時間是不能使用手機的 更不要說拍影片轉傳他人 就算是教學影片拍攝前也一定要征詢家長同意 但是如果是私下傳播的話 我就覺得有點不尊重家長 你看到然後又沒有被告知的話 會不會很生氣 當然會啊 那當然如果說我們是教學是內部教學 那我們也一定要征求就是說 家長的同意這個部分是作於教學使用 衛生局在接獲反應後 9號也派人前往月子中心查查 認為月子中心涉及提供護理專業照護 違反護理人員法依相關規定進行採除 社會局初步調查 則是沒有發現有三波情勢 也並未發現違反兒少法 後續調查如果確實涉及違法 依兒少法可採除6萬元以上 60萬元以下罰還 記者柯鳳以留言發高雄報導